哈嘍,我是奧武 那今天我們禮拜五了,打個龍騎 那我們先說一下我們的人物以及裝備的部分 這一次在這個禮拜重錄的時候 每一次都會做重新的講解 以防有新來的朋友不知道怎麼配裝 或者說怎麼配人物 那我們先講一下我們的英雄吧 我們英雄的話,炮位是斯比娜 斯比娜呢,開了鑽山以後 武器帶小王武的暴擊 穿小王武的生命 那我們的戒指是暴傷加吸血 寶石的部分呢,這兩顆是暴傷寶石 這一顆是四黃寶石 弱點傷害增加,暴擊傷害增加跟傷害量 那寶石的部分呢,我們除了寶石部分以外 我們的突破限制,我還有幫他開特殊能力 那這個三個如果說有把它點起來的話 想必對你的斯比娜打出來的分數會更高一點 我目前用我的大決打一下是440萬左右 所以呢,這三個 暴擊傷害、弱點傷害跟 對萬能型英雄傷害加30% 那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這是我們的斯比娜 我們斯比娜玩呢,接下來介紹我們的隊友 隊友的部分,第一個是神官 神官的話,最主要是看他的裝就好了 而裝備就是傳生命啦 生命的部分齁 那其他的,因為這都是PK裝 所以我們不太需要去看齁 最主要神官,他這個生命一定不能少就對了 那我們 下一個隊友的部分的話 是我們的艾瑞絲,我們垂女齁 垂女呢,他一樣要開專3齁 然後他的武器,我們帶小王武的攻速 穿反擊 那我們的戒指是迴避加吸血齁 吸血這個部分的話是真的蠻需要的啦 至少他出去反擊的時候能打一些血回來 你的麗娜就可以少補血 那這是我們的寶石齁 寶石我基本上目前沒什麼寶石 所以就只能亂配一下啦 那他並不是主要的輸出角色傷害的部分齁 所以呢,這個寶石的話之後有寶石我們就再弄啦 那到時候就再另外拍了 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我們的紅帽 雷一結二齁,專3一定要開 因為專3開的話 這一招一定會對你的分數是有加的齁 那他的裝呢,基本上也是帶弱點加生命 那因為目前還沒給他弄 大概今天晚上會弄啦 那他的戒指是迴避 可能也會加個吸血之類的 然後我們的寶石一樣就還是隨便啦 因為目前沒有很多寶石可以弄他 所以只能先粗略的大概裝一下 有裝就好了,真的 那因為今天我們要打龍騎嘛對不對 龍騎那招吐火會有燒傷 那燒傷的話呢,我們就帶魷衣出門 因為魷衣的被動技能有燒傷跟沉默 可以免疫六回合齁 所以呢,就不用擔心被燒傷啦 那另外他一死的話就可以叫莉娜進來 所以我們今天帶魷衣出門 那我們寶物是小愛 好,那這是我們隊伍的部分齁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今天天賦的部分 天賦的話呢 今天禮拜五 我們先看第一頁 第一頁是全部都在上面齁 這就不用說啦 第二頁的話是50跟70在下齁 所以其他的都在上啦 第三頁的話是85跟100在下 其他都在上 那第四頁的話 因為我們昨天打攻擊型 所以會再上嘛對不對 那別忘記今天禮拜五 打萬能型的就要把它調下來齁 所以115跟120跟145都來下 其他都來上 好的,那這是我們天賦的部分齁 那我們就... 好友找個莉娜 因為今天龍騎兔我會很痛齁 所以希望你找的莉娜能厚一點 以防她被一級必殺 一級必殺呢 那你基本上這一場就差不多 宣告了GG了啦 好,那我們帶我們的莉娜出門啦 那我們就用這個方式來打一場看看齁 開打啦 呂布的新裝不知道要不要買一下咧 開場的第一個動作是小紅帽的火鳥 加上Q一下我們的莉娜齁 然後剛好我們的龍騎出去兔火還是放... 搓地板的話 至少... 哎呀 沒死 那沒有關係 沒有死的話我們補上我們的神官的破盾齁 看看能不能讓她死 應該是死了啦 好的,兔火 然後這樣子我們的莉娜就可以進來了 進來的時候呢 小紅帽放個西洋劍 增加一下覺醒量齁 帶動一下全體的覺醒量 然後我們看情況齁 來我們來補血齁 來補血 補一下血 而且莉娜的大絕也出來了 那我們放個大絕 因為莉娜的大絕有降低敵人的攻擊力 所以我們先放一下齁 照理說應該是先放這個啦 不過沒關係 反正早放晚放都得放 全部都要放齁 好的,那我們這樣等於是早是在八分鐘之前全部都放完了 那我們之後就是開始用斯比娜狂轟啦 斯比娜狂轟呢 我們通常都是從大絕先開始轟齁 轟完的話就是第二招 因為它下面這一招可以讓上面的CD 就把CD重新轉好就對了 所以我們的放招的方式 應該通常不外乎都是這樣啦 那我們接下來就注意我們左上角的狀態不要沒有啦 因為沒有的話熔期間吐火是很可怕的 你可能 大概人物都會被帶出場 好的,還可以放到一下大絕還不錯 這場要稍微把握一下 因為前兩場都打太低齁 如果你的好友莉娜那麼厚 那就應該還不錯 補血就可以少補一次了 那我們就可以專心的用斯比娜狂轟他 因為斯比娜在推出這個傷害 是蠻...蠻重要的啦 你如果斯比娜不能多打幾次的話 那你的傷害就明顯的會比別人低很多 好,那那個神官的破盾已經不見了齁 所以我們要補一下破盾了 不過還是想摊一下傷害先放個... 好,那這個時候我們差不多就應該要補血了齁 好,神官的破盾不見了 所以... 傷害降低了 沒關係,我們輪著放 那...等會火鳥也稍微要注意一下 因為火鳥已經在閃了齁 火鳥在閃 只要一個不小心 他在你那個龍騎吐火之前先... 先滅掉的話那就完蛋 看一下目前狀況 如果說沒有吐很多火的話 喔,4000多 這樣子可能不太行 有點痛 那我們可能就是要... 補個血了 不過還可以再打完傷害以後再來補齁 因為至少這招還抽不到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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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之前我們先補一次火鳥 好 以防萬一啦 好的,那我們這樣子狀態都進步了差不多了 接下來就繼續轟啦 太痛了吧 3800 目前因為還有剩三分多鐘左右啦 所以... 我覺得還是要稍微... care一下 然後一直打不出傷害我覺得蠻生氣的 真是很垃圾耶 如果當你的傷害是真的一次連續都出不來的話 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看看是不是要補一下 莉娜的溫暖的回音了 啊,我忘記給莉娜補血了 要噴了 瓦莉娜噴了 好,那沒關係 噴了我們就繼續打吧 這就是沒顧好的下場 那現在就是只能靠... 硬撐啦 剛才我打多少啊 忘記剛才打多少了 沒關係,應該... 目前打到4.6的話應該還可以吧 應該還可以 可是總感覺這30幾秒好像不太夠用了耶 頂多再打個兩招吧 應該這招打完就沒有了 看這招補到多少 哇,4.5億 打什麼暴擊啊 浪費我的時間喔 好的,那我們這一招打大概是 1.1億左右 1.1億,對 1.1億左右 那... 這就是我們打出來的傷害啦 今天差不多應該是這樣子了 那...有沒有什麼好的打法呢 需要推薦呢 歡迎在我們的留言欄留言給我 那我看到的話 覺得他不錯的話 我就會用他的... 用你的方式來打一場看看 那私底下呢 當然也可以用LINE或是FB 來跟我做聯絡 那我會在經營的告訴你想要知道的東西 那我們今天東西就打到這邊囉 那喜歡的話請給我一個讚 那也歡迎訂閱 那覺得... 不錯的話 或是有任何意見的話 歡迎在留言欄留言給我吧 那我們下次見囉 就這樣囉,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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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